曾经有部电视剧叫《白发魔女》 女主角恋霓裳为情所困 痛苦不已 竟一夜之间黑丝变白发 成为令人闻分丧胆的女魔头 看到恋霓裳头发变白的时候 不由的轻蔑一笑 感叹电视剧始终是电视剧 怎么可能会有人一夜白头 然而 谁也没想到 电视剧的情节竟然搬到了现实 廖启智的一双陈敏儿 在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之后 一夜白头患上抑郁 上个世纪 TVB大多数男演员都有三妻四妾 就连金牌配角打输 也有个三妻子 但同为金牌配角的廖启智 却是个例外 她娶了初恋陈敏儿 一生只爱一个人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仍有旦夕祸福 一家人无情的被病魔拆散了 廖启智和陈敏儿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故事令人动容 儿子和丈夫去世后 陈敏儿的坚毅和痴情也同样令人感动 陈敏儿1959年初在香港一户普通人家出身 家境贫寒 由于家中兄弟姐妹众多 加上父母重男轻女 陈敏儿在家里不受关注 没什么存在感 在那个年代 很多穷苦人家的孩子 尤其是女娃 要么书没念几年就得辍学打工补贴家用 要么早早嫁人减轻家里负担 可这样身不由己的人生 并不是陈敏儿想要的 虽然陈敏儿家庭条件不好 父母也不待见她 但她长相甜美可人 气质不俗 而美貌成了她进入娱乐圈的通行镇 1978年 TVB和往常一样招收学员 陈敏儿听说之后 月月欲试跑去面试 希望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 实现演员们 改变现状 评级交好的面容和过人的表现 陈敏儿如愿被TVB录取 成为了TVB第八期议员训练班的一员 加入TVB 改变了陈敏儿的命运 也让她遇到了一生的挚爱廖启志 廖启志和陈敏儿很像 无论是家世还是性子 两人同样是出生在香港底层家庭 同样不想像命运低头 也同样喜欢表演 不过廖启志的身高和外形都比较差 之前考了两次 都被TVB刷了下来 还好她没放弃 终于在第三次试考上了 于是才有了和陈敏儿做同学的机会 进水楼台先得业 因为是一个班的 经常一起上课 借着学习之便 廖启志时不时找陈敏之请教一些问题 也总是带她出去玩 两人很谈得来 相处起来也非常舒服 一来二去 心意相通的两人心照不宣地走到了一起 在一起之后 廖启志对陈敏之百依百顺 事无巨细关怀备至 两人性子又都比较温柔和善 所以基本没吵过架 或者说根本吵不起来 爱情春风得意之时 陈敏之的事业也迎来了春天 陈敏之的专业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 演技可圈可点 加上她的外形也不赖 因此很快就得到了TVB的力盆 渐渐的陈敏儿在圈中站稳了脚跟 名气与日俱增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陈敏儿一跃成为TVB当红花旦之一 资源不断 星图不可限量 陈敏儿的演艺事业如火如荼 反观料几致 就没那么幸运了 要想在娱乐圈混得好 无非就是三要素 背景 相貌 实力 有很多女星被人够病逝花瓶 但人家照样混得分身水起 不为别的 就因为她们有相貌之进退 又会棒大树 背靠大树好乘梁 像陈敏之这样没背景 又不去讨好金主的女星 顺就顺在人家有实力 也有美貌 又抓住了时机 能走红也在情理之中 可像廖启志这样没背景 并且还其貌不扬 个头不高的男星 注定了她做不了红花 正因如此 廖启志从出道以来 从未演过男主角 当陈敏儿已经是TVB当红花旦的时候 廖启志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N线演员 平日只能展展各大剧组 跑跑龙套 运气好还能混个小配角 陈敏儿并没有嫌弃男友 而是利用自己人脉 向导演引荐男友 可等导演看到长相苛成的廖启志时 吓得连忙拒绝 很难有合适她的角色 面对陈敏儿的好意 廖启志很感激她的不嫌弃和不离不弃 并以此为动力 越挫越勇 廖启志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晰 知道自己不适合演男主 那就努力做一个必不可少的绿叶 毕竟红花总要绿叶衬 黄天不负有心人 经过多年的沉淀和努力 廖启志收获了金牌绿叶的称号 给观众带来了一部又一部经典的作品 在《无间道2》 《杀破狼》 《反贪风暴》等经典影片中 都能看到廖启志的身影 作为绿叶的她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尽管出道多年 廖启志都没有演过男主角 但总能把配角演成主角 八次入围 六次提名 两朵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足以证明自己 1987 两人结束了九年爱情长跑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结为了合法夫妻 婚礼上 廖启志多次落泪 发自肺腑地表白道 没有敏儿就没有我的今天 是她对我不离不弃 无数次劝我不要放弃 是她与我分与同舟 愿意陪我吃苦 陪我成长 我这一辈子有她足矣 一生一世一双人 三餐四季共黄昏 嫁给廖启志没多久 陈敏儿便选择在当红之际隐退 她要当廖启志的后盾 在家相夫教子 让丈夫能安心打拼事业 毫无后顾之忧 廖启志没有辜负自己 也没有辜负妻子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 她已经成为了和吴梦达一样 有名的金牌绿叶 获奖无数 劝内人尊称她为智叔 就连周润发都很佩服廖启志的敬业精神 对她赞赏有加 婚后 陈敏儿先后为廖启志 生下了三个儿子 分别长子廖文哲 次子廖文信 幼子廖文诺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婚姻美满和睦 丈夫事业有成 儿子听话懂事 那时候的陈敏儿 仿佛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然而命运总是爱捉弄人 一个恶号打破了夫妻俩的幸福生活 2003年的一天 陈敏儿正在照顾三个儿子 陪孩子们玩耍 两岁的小儿子廖文诺 突然间阴倒在地 怎么叫也没反应 陈敏儿立即把小儿子送往了医院 在外拍戏的廖启志 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 也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天不遂人厌 经检查 小儿子廖文诺患的是血癌 并且还是急性 病情不稳定 所以才会突然阴倒 得知这个恶号 陈敏儿贪坐在地 泪流满面 自责不已 她怪自己没有好好照顾孩子 怪自己没能早点察觉出孩子的不是 其实 这并不能怪陈敏儿 小儿子才二岁 她一直都尽心尽力照顾孩子 谁也没想到 孩子会突发疾病 突然患上急性白血病 这是她无法预料的 那段时间 夫妻两人推掉了一切事情 把大儿子和二儿子 寄养在姐姐家 24小时陪在小儿子身边 一不解淡地照顾她 小儿子很懂事 每次接受治疗都不哭不闹 一家人齐心协力 对抗病魔 祈祷儿子能快点好起来 可惜的是 三年后 病魔还是无情地带走了廖文诺 2006年4月 年仅5岁的廖文诺病逝 痛失爱子的陈敏儿 气不成声 沉浸在丧子之痛中 无法自拔 整日郁郁寡欢 陪废不已 陪废了很久 陈敏之才在家人的陪伴 和另外两个儿子的牵绊之下 慢慢从悲伤中走了出来 正当陈敏儿收拾好心情 重新振作起来的时候 TVB很多老演员处境艰难 要启智的事业也遭遇了低谷 众所周知 TVB是出了名的剥削 工作强度不断增加 但工资却不断被压低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戏骨 随着年龄的增长 街道的戏越来越少 没戏拍就没收入 以至于很多TVB老演员 身体精力跟不上之后 只能主动辞职转行 2010年之后 TVB慢慢走向了目落 越来越多的港星转战内地 尤其之之前为儿子治疗百血病 已经花光了大半身积蓄 而后年纪大了 时应不济 他接到的戏约越来越少 处境越发艰难 夫妻两人只能合体代言 赚钱养家 乌漏偏风连夜宇 可能是当初照顾小儿子 把另外两个儿子寄养在姐姐家 故此失彼的缘故 陈敏儿的大儿子廖文哲 也出现了问题 不过不是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而是心理上出现了问题 2013年11月 廖文哲在不同的社交网络上 载多张留长头发和化妆的照片 而且更多次留言 自称是颓废青年 想做女人 据廖解 廖文哲以前读书成绩并不差 但上了中学之后 就开始变了 他喜欢女性打扮 留着长发 出门前都会化妆 不仅如此 廖文哲身边的朋友 都是清一色的男仔 他装扮成女人和男仔们约会 取向沉迷 对于儿子的种种反叛行为 廖启志和陈敏儿束手无策 小儿子临世 丈夫处境艰难 大儿子叛逆怪异 想做女人 种种打击 令陈敏儿心力交瘁 忧思重重的他 为此患上了抑郁症 急得一夜白头 让陈敏之万万没想到的是 家中的顶梁柱 廖启志 竟然也在2020年倒下了 2020年 廖启志不幸患上胃癌 为了不打扰身边人 一直将患病消息低调处理 发现患病的时候 廖启志已经是晚期 不堪胃病折磨的他 一度传出住进重镇监护士病危的消息 陈敏儿一如既往地陪在廖启志的身边 照顾他的一切事宜 圈中好友都纷纷拍摄视频为廖启志打气 或许是放不下妻子 或许是众人的祈祷感动了上天 廖启志从鬼门关中走了出来 挺过一劫 病情有所好转 趁着好转之际 怕自己哪天就突然不在了的廖启志 重新投入拍摄工作 想要为家里多赚点钱 只是 这份好转并没能持续多久 2021年3月初 廖启志胃癌加重 需要前面停工 入院接受治疗 记者们闻信而来 堵在了廖启志所住医院的门口 希望能了解志书的病情 为了不让众人担心 陈敏儿接受了记者采访 只见陈敏儿神情憔悴 满头白发 但却还故作坚强地让大家不要担心 并表示志书在积极配合治疗中 2021年3月28日 廖启志不提癌磨 在沙田威尔斯金王医院 安然离世 享年66岁 同年4月20日 家人为廖启志举行了安息礼 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后 陈敏儿痛不欲生 可她知道 她还有两个孩子需要她 她不能就此倒下 记者问她 后不后悔在事业巅分时 淡圈嫁人 后不后悔嫁给廖启志 如果没有嫁给她 说不定也不会遭遇这么多的坎坷和悲惨 嫁给她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还是会嫁给她 还是会做她的妻子 这辈子会下辈子还是会 不悔不忘 廖启志走后 陈敏儿每个月都会往丈夫的手机交费 廖启志的手机开着机 就仿佛她还在自己身边一样 从未离去 如今 廖启志已经离开两年多了 陈敏儿终于放手停了廖启志的手机 陈敏儿说 自己要做的就是带着廖启志的爱活下去 好好照顾两个孩子 把他们引向正道 等功臣身退的时候 他就可以了无牵挂地去见廖启志了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圈 你永远无法知道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努力过好每一天 好好活着 就是对逝者最深的告慰和共情 真的很佩服陈敏儿 她的坚毅和痴情令人感动